早上有提到的特別注意 如果你要把Database抓回來的話 記得就是在Android Studio裡面的按鈕 把它點擊之後會跳出這個畫面 裡面你們可以找一下 在你的模擬器裡面 它會有一個對應的File Scroll 其實如果你把你的手機插上去 好像它也會顯示你的Device 如果說你Driver掛上去的話 你再去找一下你的套件名稱 它會放在Database這個位置 你可以透過這個按鈕把它抓回來 你可以看一下 我這邊是有放了一個叫做 SQLite database的browser 你可以把這個檔案開啟 你可以按上方開啟 或者是直接拖拉過來都可以 這邊就有它的相關的欄位 還有它的相關的那個 比如說它的type是哪一種 另外裡面的相關的資料 也可以透過這邊去顯示 那Excue SQL 當然你也可以在這邊下SQL 預防 比如說你要把所有東西都查出來的話 你可以slash所有 from 比如說把那個table01的資料 全部都查出來的話 你可以把這個敘述打上去 Excue 它也可以顯示出來 當然你也可以包含什麼 insert update delete 在這邊都可以run 甚至你也可以在這邊new一個什麼 新的Database 然後呢 也許你可以放進那個app裡面 比如說你建一個resource的資料夾 當它啟動的時候你可以把它open起來 OK 所以這個部分的話就是說 你可以建一個所謂client端的Database 我覺得這個tube還蠻方便的 這個tube其實我是有放在那個雲端上 它只要解壓做出來 沒安裝的 直接可以打開來用 OK 那這個部分的話 提供給各位參考 那接下來的話呢 我們來看一下那個 下一個範例 那下一個範例大概就是類似像這樣 香蕉、西瓜、梨子這些 那主要就是我們在啟動它的時候 關掉OK 啟動它的時候呢 因為當然我需要做幾件事 第一個 原來你的Database裡面沒資料 然後我在這裡面 可能輸入了像這些相關訊息 這可能是價格吧 多少錢 OK 類似像這樣子 那我當然前提是什麼 需要當我載入它的時候 要先建一個Database 所以基本上 這裡面大概會有幾個 第一個 我如何建立一個Database 在裡面建一個table table裡面放欄位 我哪些欄位 我哪些欄位 而且也是三個欄位 把資料呢 預先載入進來 OK 是什麼時候載入呢 當on create的時候就載入 所以載入的方法的話 前提當然就是什麼 先用insert into先建資料 所以特別注意這個地方的話 有哪一些比較重要的 那這個地方大概會有這個範例 不過在講這個範例之前 早上的部分呢 有一些重點 我們再把它重點回顧一下 裡面的話 比如說像rollquery 這個我想將來 只要是查詢的話 都一定會用到 那rollquery部分的話 底下呢 還可以有另外一種查詢的模式 將來如果你在其他地方 或者是網路上面 看到有人撰寫的方法 是類似像這樣子 slate的所有front table 會有id等於問號 然後and id等於問號 將來也可以用這種 所謂的參數式的敘述方法 那以後如果你看到這個 你不要覺得驚訝 因為這個部分的話 主要就是說 如果你這邊有兩個問號的話 那你後面必須要對應一個陣列 在這個地方給兩個參數 ok 這個是所謂的那個 參數式的敘述法 那裡面的話 只要在參數裡面 給問號就可以 所以你可以把 裡面可能需要改變 就是說要丟一些 可能會改變的值 可以把它獨立出來 那將來的話 在後面的敘述裡面 給一個陣列 再去塞 這個就會塞給它 這個就塞到這邊來 類似有這樣的敘述方法 ok 那再來的話 再來就了解一番科色 那科色這個類別 它實體化之後 它當然就是把查詢結果接收到 那裡面可以做哪些事 其實剛剛我們有用到幾個 比較重要的這個方法 叫get count 有沒有 得到目前的總比數 那你可以做 如果說這個比數 假如大於等於1的話 那表示裡面是有資料的 那如果說呢 它不是大於等於1 那表示是什麼 裡面是空的 那當然如果是空的 你可能要做一些對應 也許比如說 你已經新增過資料了 那如果你下一次還要再新增的話 你可以判斷 如果已經新增過就不要再新增了 那你可以在外面包一個判斷 如果這個什麼 cursor的get count 大於等於0的話 那你就不要做這件事 那諸如此類 其他像 一般那個資料庫裡面會用到 像什麼move position 移動到第一筆 移動到下一筆 移動到前一筆 下一筆 最後一筆 那你說這些有什麼用 也許你跑個回圈 比如說你要把資料 一筆一筆抓下來 那你可以怎麼 下一筆下一筆 直到找不到資料的時候 就跳離回圈 那比如說你希望把資料 一筆一筆把它讀出來的話 你可以用類似這種方法 OK 其實在其他的那個 程式開發裡面 也有類似的方法 那query 剛剛有一個raw query 現在是query 那query 特別是 它跟raw query 最大的差異 我剛剛有講過 如果是raw query的話 你可以下sequel 語法 select 什麼什麼 敘述 那如果你是query的話 那就是什麼 給它一個table名稱 然後呢 告訴它哪一些colons 哪一些欄位 然後等等的相關 不過主要的 會查詢的話 是針對第一個參數 哪一個table 你先把它調出來 所以 剛剛這個地方的話 你會發現 那個db.query 就是去查詢什麼 table01 那剛剛是select所有 from table01 那如果說你要全部都查 乾脆你用query就算了 反正query裡面就是 你告訴它的 就是一個什麼 資料表名稱 那後面的話呢 當然需要告訴它哪些欄位 那如果你只要查兩個欄位的話 那你就查什麼 查這兩個就可以了 OK 那如果select所有的欄位的話 因為我們有三個欄位 它可能也會把ID也查回來 但是這邊的話 因為查兩個欄位 ID不會查回來 OK 那其他都弄我了 如果你後面這些都不需要 什麼selection啊 或者是這些 go buy 當然將來如果你會用go buy 比如說go buy 就是如果你要群組的話 你可以用go buy 裡面下一些條件 或者heaven 或者order buy order buy可能會需要 好 比如說你要用什麼來排序 那是地增還地減 好 你可以相關敘述 我想各位可以稍微再 查一下這裡面的 怎麼去使用這些東西 好 其他的話還有像排序 有沒有 這邊有講到排序 比如說如果你要由大到小排序的話 那你可以在這邊做一個餐 就是加一個DESC 這個是欄位名稱 這個是排序方式 OK 就是所謂的由大到小 遞檢排序 OK 那其他的話呢 再來就是我們等一下要講的這個 新增資料的部分 那等一下請各位稍微把那個 這個地方稍微了解一下 待會我們來看一下這個範例 這個範例的話呢 是那個seqlite的第二個範例 那它主要是什麼 假如說你要查第幾個 查第一個按查詢 那查詢的話是查編號 編號1那就相交 旁邊有個按鈕全部查詢 全部查出啦 不過這個好像資料量有點少 等一下也許你可以改一下 把它改什麼 之前不是有那個會員系統的嗎 你可以把那個會員系統的那個範例 改來這邊也可以啦 OK應該還有印象吧 雲端上那個資料 當然你可以分階段 第一階段也許是 還不要去網路上抓 直接就塞到裡面來 第二階段也許是 再配合前面的那個範例 去網路上抓下來 塞到哪裡呢 資料庫 再把它載進來 OK 一樣可以做查詢 不過查詢的欄位 不見得一定是編號 你可以是 什麼 姓名的關鍵字 也可以啦 因為那個slate的所有from什麼 哪一個欄位 也許姓名 然後呢 會有 跟著講 slate的所有from哪一個table 也許會員系統 會有姓名什麼 用like 然後你可以用百分比 前後關鍵字 比如說你打一個 打一個關鍵字0 它會把姓0的會員給找出來 OK類似有這樣的 這個部分 請各位先稍微把那個 seekerlike的第二個範例 稍微看一下 待會再來看這部分